看到最近檢調積極來偵辦司法案件不分黨派 那包括了桃園市的前市長鄭文燦 那現在民眾黨的主席柯文哲都涉及了司法案件 對此呢賴清德總統將在今天播出的專訪就提到 尊重司法不針對個案來表達看法 但是不分政黨不問何人 只要有證據就依法來偵辦 好另外看到的是聯合報的社論 講到了民眾黨的假帳案封波未平 那主席柯文哲又面臨到了更大的金華城案風暴 柯文哲被搜索約談 從木可政治獻金問到了金華城案 那柯文哲拒絕夜間車輪戰的訓問就被當庭逮捕 提審被駁回又繼續偵辦 最後呢被深壓境界 面對柯文哲高聲抗議說 台灣歷史第一次主要在野黨主席的個人住家 和中央黨部被搜索 執政當局當然必須要說清楚 搜索偵辦的證據跟理由 司法也必須要貫徹政當的法律程序 但是很多人就很感嘆啊 說柯文哲當初發下豪雨 要以白色力量推倒藍綠高牆 如今呢恐怕是左衝右撞 走不出司法的高牆 而他所謂的理性務實科學完全走樣 阿伯的回力標可以說是來得又快又急 好看到呢現在很多人都在看喔 這個第三勢力會不會因此 視為甚至泡沫化 時評員羅旺哲就分析說 雖然很多人討厭藍綠 但是第三勢力的焦點 已經不會在柯文哲身上 簡單的四個字就是他信用破產 柯文哲跟民眾黨已經成了時代的眼淚 今天柯文哲 如果整個GG的話 算不算跟民眾黨GG 我個人認為台灣還是有第三勢力的市場 但現在看起來不會是柯文哲 那今天看出來民眾黨已經內部發什麼 大家穿草鞋去力挺阿伯 這個有點矯情了 因為你過去如果沒有在爆發這些案子上 你說穿草鞋去挺阿伯 大家可能會相信 民眾黨可能真的大家沒錢 可是你在經過接二連三的這些 看起來民眾黨並不窮的一個情況之下 你說穿草鞋就有點有點太over 可能是Nike的草鞋 Nike的草鞋 那很貴 那很貴 所以你說民眾黨的下一步 我個人認為 第一個其他人如果在立法院扮演好角色的話 或許還有些或多或少的 民眾黨的政治相伙存在 但你說柯文哲 接下來不是只有金華城 還有很多案子 你那個北市柯 台志光 再加上這些假賬的風波也還沒有解決 那天記者會也有點不知所云 看起來好像是跟大家先暫時告別一樣 你到底問題 中東那個問題你也沒有講清楚 你反而留給大家更多問號 那這樣在一連串的情況之下 就四個字信用破產 你柯文哲跟民眾黨信用已經破產了 所以就是說他們現在要再起難度非常高 那台灣有沒有第三勢力的市場 有 只是說現在我個人認為不會在柯文哲身上 這個已經是時代的眼淚了 已經到一個時代的鴻溝裡面去了 金華城案持續延燒 國民黨的前立委蔡正元他質疑說 高雄國賓的都更容金率是1142% 檢調辦台北案 那高雄為什麼不辦呢 很明顯就是政治追殺跟迫害 那民進黨的台北市議員簡書培就說 國民黨前台北市長好龍斌也質疑 金華城的容金率得到840% 涉及到圖利 這是在挑戰好龍斌嗎 也指蔡正元如果覺得高雄國賓都更不法的話 也可以來告發 好這個蔡正元他說呢高雄國賓的都更容金率是高達1142% 那麼辦台北案高雄為什麼不辦呢明顯是政治追殺跟迫害 對此高雄都發局就回應說國賓飯店的所在地是第五種商業區 法定的容金率本來就是比較高的840% 那經過了鑑定是圍樓 所以呢可以適用依圍老條例來申請容金獎勵 最後呢核准容金率破千 這並沒有不法的問題 而高雄市議員邱宇軒就說 高雄國賓圍老乍看之下感覺都合法 但是問題出在整個圍老只有台北市結構技師公會 一名技師來做鑑定 而先前質詢時呢跟市府來要鑑定報告 可是呢卻以好這個國賓是私有財產為這個理由來拒絕 要求付檢也被拒 可以合理的懷疑到底這個高雄國賓是否是真圍樓呢 好我們另外要關注到的是這個基隆地檢署日前 癥結了前基隆市長林又昌任內的東岸商場 大日公司行會案總共起訴多達11人 藍綠陣營火爆護槓 那麼在昨天的藍營就召開了記者會 痛批林又昌是用霸凌案來遮掩貪腐的遮羞布 那麼綠營呢原本沾沾自喜啊 說大日公司是林又昌最棒的成績單 不過現在呢好像全部轉向了來切割關係 所以呢他們要求林又昌要出面說清楚 原來當時哭哭啼啼控訴金融市政府是強盜 甚至痛罵謝國良是出賣基隆的背後 其實就是整個貪腐結構的遮羞布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全金融市政府在整個案子當中 從標案稽查到開罰都可以為了利益放水 這整個貪腐的結構是從這整個故事聽起來是讓大家 外界是瞠目結舌喔 那謝國良為了互試產而遭到後續的罷免 這是一個用毫無正當的罷免的理由 可以讓某一些人繼續掩蓋在林又昌市府任內當時 貪腐的整個利益 這整個基隆市的地檢署的整個起訴書 我們就可以看到某一些人開始在做轉向 開始在做更完美的切割 民進黨當時不斷的講大日公司這個東海岸是一個 林又昌最棒的成績單 但是在背後8月28號被起訴之後 就開始做完美的切割 把這個張市長當作馬維拉 民進黨選擇忘記 我們反而走過壁流下痕跡 我們可以不斷的提醒 不僅是把行賄案件 通通都把這個責任甩鍋給張通榮 真的是有夠好笑欸 如果是張通榮的心腹 那請問林又昌你在做什麼呢 你上任市長你大可以調職啊 你大可以處理他啊 但林又昌卻放任這樣子有問題的官員 在他的任內 甚至就是在他的任內來收賄 這沒有林又昌的允許做得到嗎 我就問大家 我認為你像這些問題這些爭議這些質疑 包含林又昌 包含民進黨 包含民進黨基隆市議員 都必須出來講清楚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您的KS Royal Care 探光清爽高防曬凝露